備戰六月二號日本開打的亞洲杯東亞資格賽 中華南籃總教練周俊三 和選訓委員開會討論過後 十六人培訓名單 周三晚間八點半正式出爐 周二以年輕選手為主 後衛以劉征 周一翔兩位非人為首 和控酬蔣玉安 彭君彥等 前鋒包括雙湖 胡龍卯 胡凱翔 和雙周周伯勳 周伯晨 搭配規劃洋將新臺灣人 Quincy Davis 不過名單當中也出現兩位老大哥 分別是麒麟碧 吳戴豪 和本土洋將蔡文成 主要就是說我們跟教練團討論的結果 就是說當然我們有年輕的 能夠上場去之外 那也帶一兩個資深的上去 順便也帶來這些年輕 文成帶好跟Q的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文成的經驗 能夠帶這些年輕的 另外當然帶好主要我的用意是說 因為畢竟Q在這樣的一個比賽當中 有一些輪體 也不能把Q操得太累 因應接著來一連串的瓊斯杯 亞洲杯世界杯資格賽 載到明年的亞加達亞運 周迅三總教練也同步提出 二十四人大名單 除了原有的十六人 加上SBO總冠軍MVP蘇伊傑 旅美好手陳英俊 台媒混血包提傑 昔日主力只多加了 曾文鼎和呂正如 其中陳英俊目前也在 世大運培訓名單內 而世大運和亞洲杯撞棋 勢必得二擇一 畢竟陳英俊在整個能力來講 在中生代來講 他是應該陸陸續續要 應該是要接班的人選 亞洲杯甚至到那個世界杯的 這樣會外賽 甚至到明年亞運 我現在希望阿俊他也能夠 把一些問題都把他排除掉 盡量爭取他能夠參加 中華南蘭預計五月一號開訓 培訓名單也會是後續情況事實調整 儘管換血勢必面臨陣痛期 還是期待年輕好手頂上來 重新整合打出新氣象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